導演給黃明志的印象 我們很榮幸 星光大道不但是目前出了很多 很棒的歌手 幕後也有 黃明志是我們的幕後工作人員 那個時候你是來讀書 然後就來攻讀 是做後製主要 拍VCR 還有拍VCR 做後製這樣子 等於說我在主持星光大道的時候 你都一直在我周圍 對 因為我VCR我一直要跑來跑去 我現在出國 就是離境跟入境馬來西亞 都要被抓去警局 我被抓了八十幾次 就應該破紀錄了 然後那流程我已經很了解了 然後我就跟那個新警察說 我跟你說這個東西是這樣這樣這樣處理 你不要緊張 他說沒有 為什麼我要聽你的 然後到最後還不是照我的流程走 各位討口秀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在討口秀這麼多集以來 我都沒有告訴你們過 就是我最羨慕的人是誰 然後我最希望成為的人是誰 今天他就來到了現場 男朋友 黃金晰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上次有跟你說過這段話嗎 沒有 你知道我真的羨慕你 而且我想成為你 為什麼是羨慕那麼奇怪 羨慕就是說 你可以自由自在的 毫無禁忌的做任何事情 然後還有你的才華 就是沒有包袱的感覺 對 對 第一個沒有包袱 第二個呢 假設你要影射雙關於 什麼內射了進去 然後或什麼 你射個破碼什麼的 但那這種很多人都會說 但是你是說的優美 就那個 這個Chupiter愛心 就是射進你的心 射了進去 射進你的心 射進你的心 然後他寫得很好聽 或者是 這是跟山上優雅拍的嘛 對不對 不小心 然後他就是 你覺得他是一個很無聊的男子 但是他又有才華 可以把那麼無聊的題材 寫得這麼美 這就是我羨慕的地方 對不對 你看他那個 NV你們自己都看過 網路上大家對他都很熟悉 比如說A段是什麼 我看龜頭慢慢揚起 對 然後真的有一個 就因為你們去逛動物園 去逛動物園 龜頭 烏龜的頭揚起來 還有那個什麼 聽一聽 樹懶叫的聲音 也是動物園嘛 樹懶叫的 就是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說呢 他其實你某種程度上 就是那個青春期的小男生 就很衝動 對 然後就會一直講這些雙關 自己就會 就很爽 然後每次的NV你也很爽 是因為你就找來很多 身材的好女生 從那個背後拍啊 下面拍啊 前面拍 他們也很樂意 他們知道我要這樣拍 他們早就知道了 但你有翻譯給他聽你的歌詞啊 有啊 有啊 他OK啊 他OK啊 他拍的東西比我更好 對啊 更 所以你最大吸引 我那個算什麼小菜一碟 小菜一碟 但是你常傳達的一個衝突美感 我剛剛說羨慕我想成為他 因為那個才華是很厲害的 比如說我講的衝突美感 就是那種荒謬就是 海南島嘛 不到海南島嘛 不到海南島嘛 因為你的作品很多都跟情欲有關 然後前面找幾個阿婆在跳舞啊 然後中間很優美的 沛玉清這樣 小歌出來了 對… 當然其實是林靜儀模仿的嘛 對… 然後歌詞很優美 但是又傳達得很荒謬 對…這首歌我看到很多那些 鄉公所的阿嬤在跳舞 真的嗎 我在網路上超多人傳給我 好… 他們沒有了解後面的歌詞是什麼 然後他們就會嘴巴還跟著唱 這樣在那邊跳 超荒謬 我覺得他們 他們應該沒有注意到歌詞 不到海南島 不知道身體不好 對… 神經病 然後鄉公所就一堆阿嬤這樣 這樣很高興 對… 他們以為飛玉清出新歌了 很煩耶 所以OK 然後再來呢 他又是實力派唱將 這個就是我覺得很羨慕 又想成為他的原因 但金曲的心得怎麼樣 你入圍三次了嗎 入圍了三次就這樣難歌詞 我覺得已經很感動了 夠了我覺得就滿不錯 夠了嗎 你不會真的有一天來做 如果有機會拿當然是更好 只是… 只是我覺得他們認同我 已經很厲害了 可是其實有機會你拿到的話 我也會替電視台擔心 擔心什麼 就你上去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會不會那一秒就… 就完蛋要剪啊 不…我講話是有分寸 只是寫歌沒有分寸而已 真的假的 講話還是要有分寸啦 那你不會突然說為了某些事 然後就說不如我露個屁股什麼這樣 沒有… 你沒有想過 我的屁股不好看的問題 就毛毛的就… 好 因為是那種滑滑白白亮亮那種 因為沒有到那種 不要有畫面各位 然後… 因為黃英志其實最早是我們 新況大道工作人員 我真的非常感謝你 那個時候你是來讀書 然後就來攻讀 然後幫我們送袋子對不對 對…是做後製啊主要 還有VCR 還有拍VCR 做後製這樣子 等於說我在主持新況大道的時候 你都一直在我周圍 對… 因為VCR我一直要跑來跑去啊 天啊 然後你們在討論那些 要踢誰出局之類的 都被你聽到 我全部…我在拍啊 對… 只是有些不能剪的 對… 所以有些太勁爆的內容 我就不能剪進去 對… 你可以透露一下嗎 我都忘了有什麼勁爆 就可能… 會有些人會偏愛一些歌手 對… 有些人會偏美容一些歌手之類的 像這樣的東西 你不… 你總不可能剪出來 然後讓人家傷心 對… 然後有些太內幕了 或者在那邊… 你們可能就討論一些事情 評審跟評審之間 是… 有一些矛盾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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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擁有最大秘密的人耶 所以… 事實上我覺得 你今天會變成導演 那個都是有機可循的 對… 因為你做了很多基層的練習 是… 然後你觀察到很多的 刻意或是自然 對… 所以事實上 Nemwe一路走來 我看到他從打公仔 可以說從打公仔 對… 然後當然自己對音樂的熱愛 其實… 後來慢慢跟你聊才發現說 原來… 你知道馬來西亞是一個… 你知道我去看演唱會很緊張嗎 為什麼 每一個人都會唱歌的地方 你們馬來西亞真的… 很多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賽對不對 是… 他們說村子裡就很多卡拉OK比賽了 是… 是不是… 因為我爸喔 是… 歌唱比賽評審 所以你爸也很會唱歌 算是會的… 滿會的 那怎麼找他一起錄一些什麼歌 因為我跟他合唱一首歌 什麼歌 叫爸爸的夢 給我公平去定演 你怎麼才讓他唱一首 因為… 其實我是… 你不好聽嗎 我是新過我媽合唱 然後合唱了一年過後 我就看他有一點悶悶不樂 你也太不會才有關事 還過一年 然後… 然後就寫了一首很類似 動力火車那種唱法的歌 跟他合唱 因為我跟我爸共同會聽的流行歌 是動力火車的歌 因為他聽的都比較偏老派 然後我聽的比較年輕一點 那… 可是我們共同聽的就是動力火車 所以我就寫了一首很像 動力火車那種雙身步的 那種唱法 然後跟他合唱這樣 所以其實這次看 聽到你跟那個動力火車怎麼辦 之前你們的合作 對… 我就覺得你知道就是很美 然後這樣正要沉醉的時候 就越…越笑出來 因為歌詞 你就這樣 這個字怎麼 在他的歌曲裡面 還是那麼的好聽 然後你還告訴我說 你寫了幾部的合音 三部合音 因為當然我是雙部嘛 可是再加我 那我就要寫給他多一點層次 對 其實那種歌是很用心在做的 這個聲部啊什麼 然後還有一個經典人物 五百 就我那時候在台灣念書的時候 就打很多工 然後那時候就一直要騎車嘛 因為我的路途都很遠 因為我住陽明山學校在龜山 所以我的一路是聽五百的歌在騎車的 很多人就是想不通 為什麼我要住陽明山 然後在學校龜山 所以你怎麼可以住 沒有 因為我是在龜山上課 可是我想來台北嘗試看看 因為我想多接觸娛樂圈 然後我想把我的歌賣掉那時候 我在找了台北的房子 我發現我都住不起 然後我發現到最便宜是陽明山 就是靠近文化那邊 很多那種學生價 就是那種靠房 雅房 很便宜 那個真的很便宜 就是我開門就是撞到床 那個房間超小的 一開門就撞到床 然後我床的枕頭旁邊就是爐 結果我就轉過來就煎蛋這樣 所以難怪在你那個五百那首歌裡面 其實一開始有跟一個 算是房東太太對罵嗎 還是另一邊 對 那個是另外一間 因為我搬了很多間 而且你其實在罵過程 又學會很多台語 是 因為你要至少要 不過真的 他的歌我們都很喜歡 然後也一直覺得 除了解壓又聽到好聽的歌 然後再來最重要的是 現在你帶來一部電影了 這個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終於講到電影了 對 今天是來宣傳我電影 電影 難得因為我的 你這通才鬼才 你什麼都會啊 其實這個電影跟我的唱片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之前我在馬來西亞要發唱片 結果一直省不過 然後他一直不要簽名那些人 就那一關 然後後來我就一氣之下 我就來台灣發片了 然後後來我就十年沒有在馬來西亞發過唱片 所以這部片也是你本來想在馬來西亞上 沒有 我之前在馬來西亞被禁過一部電影 然後後來我就沒辦法拍了 因為我之前我上了幾部成績還不錯 我現在出國就是離境跟入境馬來西亞 都要被抓去警局 就機場的警局 就是會問一些立行會問的問題 真的喔 都會 因為該開始要靠手靠 因為我是被黑名當的 後來他們認識了 就給我面子 就沒有靠了 結果我就自己走去 我說你們不要靠我 我知道了 我知道在那邊 然後我自己去這樣 每一次 每一次 都會聊什麼 在小旁邊 他們就其實都是立行公司 為什麼你要出國 你什麼時候回來 回來機票給我看 你出國是誰邀請你的 你去幹嘛 那你要發表什麼東西 為什麼你這個東西幹嘛 比你媽還關心你 對對對 然後你給我地址 你出國的地址 出國的聯絡人 這些東西全部要過啊 全部一輪 我其實我盡力處處 被抓了八十幾次 對啊來回嘛 然後我到處飛嘛 可是飛這個國家 那個國家到處跑 我被抓了八十幾次 應該破紀錄了 然後我有有些 然後那些流程 我已經很了解了 很了解 我走去哪裡 要拿什麼表格 要影印什麼東西 我都知道了 然後有些是新警察 他們不知道 他說 因為我的護照一過 就會有亮紅燈 然後警察全部跑過來 然後我就跟那個新警察說 我跟你說 這個東西是這樣這樣這樣處理 你不要緊張 你不要緊張 我說你要鎮定 這個事情 你只要這樣這樣這樣 就可以處理好了 他說沒有 為什麼我要聽你的 我幹嘛 你說什麼 我叫照你的做 你等一下 他就是在那邊處理一堆 那種無聊的流程 我說 我已經被抓那麼多次 我趕時間 你比他熟 我說你聽我的照著 他就不要 就是那種 他就擺那個款 那個臉 我在那邊好像他是警察 我是賊這樣 他說你跟我去 來 去那邊 過我大小聲這樣 然後到最後 還不是照我的流程走 我後來每次在回想 我跟你碰面 或訪問你 我就發現你是一個 沒有表情的人 你知道嗎 你沒有什麼表情 真的喔 因為你帽子當然會遮住你的眉毛 可是我就發現 你沒有什麼 真正的大喜怒哀樂 沒有其實這個是因為 跟我的工作有關係 因為我是剪接師 然後做導演的 然後我常常會一些 怪怪的表情 我會剪人家的畫面 進來我的影片 然後我怕被人家剪 如果我哭 人家就會剪我哭了 拿來鬧我 還真的有這樣的一個顧忌嗎 我會想到這些東西啊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 這方 其實我有包袱 如果你這樣講 對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 我覺得你心臟蠻大 而且EQ還蠻高的 但是他的 一定有很多東西要講 就在電影裡 我們剛剛又沒有講到電影 對 因為這個電影也是就是 因為我之前拍了鏡片嘛 然後我就那時候 就是被鏡了啦 然後不然就是我拍 之前拍了一些電影 被砍了三十幾刀 然後整個電影就看了 不知道什麼電影這樣 對不起 什麼東西會被剪掉 比如說 講髒話嗎 還是性愛暴力場面 有些影射的他們也會剪掉 他們聽得懂 比如說我的故事 拍到一些戰爭的東西 然後就拍到警局 然後可能警局爛爛的 然後可能警局的招牌被炸爛 因為戰爭嘛 他們說你侮辱警察 那個警車爛的 那個警局的牌子掉下來了 那是一個侮辱警察的行為 不然就是一些對白啦 一些比較敏感的對白 然後他們就很 他們感覺到不對 就把我卡掉這樣子 其實我是不知道 因為他們有些東西 是他們自己講的 就是明明沒事 那或者在別的電影都可以過關 他就硬要 那你的就不行 他們會特別拍很多人來看 所以我拍到有點氣餒了 然後我這部戲呢 有一點不同 就是我連申請我都不申請 算了 不跟他們玩 我沒有要申請 然後我是純粹拿來報名影展 然後我想要拍出來 然後拍給世界 可以借我看一下嗎 你看喔 它這邊是有 國齡環球國際電影節 泰國國際電影節 跟金馬國際影展 恭喜你 所以它叫做巴比 巴比 巴比是這個戲的戲名 就是我們在國際直打這個 因為在台灣要上嘛 對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中文名 不然叫不明白什麼意思 我就取了一個名叫你是豬 那你感覺好像很好笑 好像很可愛有沒有 你是豬這樣 其實這部戲名喔 在馬來西亞就是完全被禁 戲名而已 不能講豬 就不能講豬 因為穆斯林嘛 穆斯林豬就是最髒的 但是他講的是 一個 就是 校園種族暴動 20年前發生了一個 校園種族暴動事件 是歷史上真的發生過的嗎 沒有人知道 因為新聞不能報 那你怎麼知道 因為他就在馬來西亞南部 我是馬來西亞南部的人 然後那邊就是那時候有 六七十個學生被壞掉這樣 然後是一個種族暴動 然後是 其實我因為我是改編 所以它裡面還有融合了一些馬來西亞的一些種族之間的新聞事件 在這個電影裡面 然後這些東西 所以這是很禁忌中的禁忌 超級禁忌的一部電影 所以這個 基本上戲名就不用申請 而且是不能申請拍喔 你申請去拍你拿劇本過去就已經被抓了 所以那時候我根本就沒有打算要上在馬來西亞 所以這個是純粹是一個低成本 因為沒辦法賺錢嘛 我就用一個低成本拍出來的一部電影 你在台灣拍的嗎 是不是在馬來西亞拍的 偷拍的 偷拍的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都不會拍到一半就被抓走了嗎 不會 因為我們在學校裡面拍的都是封閉的 就是外面的人不知道 那不會有人去密告你嗎 沒有 就是沒有 反正現在出來了 預告片出來了 這個好像開始有人要告了 好像 那這個基本上我們這一集 在馬來西亞的觀眾看來是非常禁忌的 是不是 對 這部戲其實目前全世界 影響我們的點閱率 我這個馬上 這個預告一出在馬來西亞就被 我的YouTube馬來西亞是看不到這個預告的 就被進 然後被YouTube黃標了 對 然後這個戲 基本上目前啦 目前全世界只有台灣可以看得到 所以基本我們在討口秀 有時候討論的一些話題 是不可能出現在馬來西亞的talk show上面的 就不可以啊 就很嚴啊我們那邊 性也不能講 其實我台灣的朋友很喜歡問說 為什麼那個你們那邊不能講啊 好奇怪喔這樣也不能說 那也不能說 可是我覺得反過來說 我覺得是台灣奇怪的 真的喔 因為其實你看放眼亞洲國家 有多少國家可以這樣子講 沒有啊 沒有多少地方可以這樣子暢所欲言 日本 日本算是有啦 他們有些東西還是很多禁忌的 你看亞洲那麼多國家的地區也好 什麼都好 其實都很多不行 大部分 應該說九成以上都不能這樣 而且馬來西亞因為多種族多宗教的關係 所以是不是禁忌也會特別多一點 要守的戒律也比較多一點 是是是因為我們那邊有煽動法令 還有一些種族的一些這些保護的法令 因為我們那邊太多種族了 然後太多宗教了 而且都是很大的 而且我們的語言還有種族還有那個 什麼學校也不一樣原流都不一樣 所以會導致說很敏感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這個 我非常期待你這部片 這看了會不會很你知道 它是暴力嗎還是 這個有一個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因為我的東西其實很多是搞笑的 包括我之前拍的五部電影 都是比較搞笑的 那這個是我第一次拍不是搞笑的電影 第一次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沒有演我自己拍的電影 我第一次沒演 所以是你們不要帶著看喜劇的心情進去 拜託 我怕你們誤會 很沉重嗎 是沉重的 真的啊 是比較黑暗的一部電影 我第一次嘗試 真的啊 所以我自己拍的是喜劇 第一次嘗試這種 那麼嚴肅的題材 我也很緊張 大家的反應 沒有 我蠻緊張的 但是不要緊張 第一次在台灣上我的電影 這個我唱片發了四五張 在台灣已經發了四五張 第一次是電影發行 你會擔心那個特訪嗎 所以我以後我在講我都冒手汗 真的假的 當然會擔心啊 真的啊 大概有多少才能回本 這個電影超容易回本 我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是用一個極度低的成本 比MV還要低的成本拍的 原因是因為呢 我這部電影呢 我是從來沒打算可以上的 那這次很感謝華映 讓我上這部電影 可是之前我在拍的時候 是沒有打算要上 那為什麼拍得成呢 是因為我準備在拍我一部大電影 喜劇 賀稅片 那因為我隔了六年 被禁了六年 沒人敢投資我電影 那好不容易有人投資了 要拍喜劇 那那個是我的 我第一部電影叫拉死你媽 然後這個是拉死你媽的part 2 然後我要拍的時候我不敢拍 因為我六年沒拍電影了嘛 然後我就跟投資人說 你可以不可以再擠多一點點錢給我 讓我熱身拍一部鏡片 拍了呢是低成本的 那我去跟工作人員全部談 一加一 那你們這部算我就超低的 那另外一部我就補給你們正常的 這樣可以嗎 然後所以那些工作人員來呢 他們都是拍一加一的 所以這部是一個超低成本拍出來的電影 也就是說這部電影比 山上優雅的那個 不小心射了進去的成本還要低 差不多 差不多 時長多長 就六七十分鐘這樣子 對這是電影的長度 可是我們是 因為演員全部是沒演過戲的 就素人 所以沒有給錢 有啦還是要給 只是給很低的錢 那現在不小心在台灣可以上 我也沒想過 那接下來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補錢給他們 因為我跟他們說這部戲不會上 這樣要大家幫忙嘛 喔 所以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 欸 上囉 補錢給誰 攝影師 所有的團隊 那外面合作的人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要看看這位材質 到底它是用多大的一個能量 然後用在有限的設備跟資源下面 居然可以入圍這麼多影展 對不對 好 還有入圍的金馬獎最佳的電影主題曲 這個是我最振奮的事情 OK 所以振奮的 因為我 但主題曲做的時間是不是更久 搞不好那主題曲的MV的那個預算 還比這個電影還 好 我看完電影之後呢 就會做一個人生重大的決定 你願意收一個這個 會給你提供餐車 咖啡 然後提供機器的女演員嗎 女歌手 還送了 不用錢還送了 不用錢 好不好 我們慢慢聊 好啊 今天謝謝MV來的節目中 謝謝嗎 啊哟 哎呦